今天的经文是取之于马太福音21章8到9节 众人多半把衣服铺在路上 还有人砍下树枝来铺在路上 前行后随的众人喊着说 和撒纳归于大魏的子孙 奉祖明来的是应当称颂的 高高在上和撒纳 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可以邀请到丘仁法 丘仁法牧师来到我们当中 与我们分享神的话语 丘牧师是卫理工会华人年议会的退休会长 目前在卫理工会圣岗堂服侍 让我们欢迎丘牧师 大家早上好 那么我们今天是进入大灾期的第三十五天 也就是中树主日 那么在这个主日呢 刚才我们圣经已经念了 按照马太福音书呢 那么耶稣走进这个耶路撒冷 群众在那里欢呼 群众高喊 群众也拿着树枝 喊着说 和撒纳 和撒纳 那今天 这个中树主日 那么你们有没有一杯中树枝呢 或者其他冒业的树枝 那么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摇摆着这个中树枝 也能够在这里高喊 和撒纳 和撒纳 但是你说 牧师啊 很可惜 今天我们不能够在教会聚会 而这个教会呢 也没有供应我们这个中树枝 所以我们不能够聊了 不能够来摇了 或者你说 这个好像有点老套了吧 我们换一换新的方式好不好 比如说 最近我们说 我们拍拍手好不好 拍拍手 欢迎主耶稣 或者年轻人 你们喜欢拿手机这样 对不对 摇一摇 亮了灯 说欢迎 欢迎主耶稣 来到 但是今天我们还是用回古老的方式 让我们一起来喊说 和撒纳 和撒纳 那之后 我再跟大家谈一谈 为什么我们要喊和撒纳 好 来 一起来 三声 一 二 三 和撒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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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考一考你们 或者温习一下 那我们讲和撒纳呢 我们是什么意思 那特别我们要讲以色列名 当他们讲和撒纳的时候 这是什么意思 那如果你用英文呢 或者用希腊文 甚至你用拉丽文 甚至你用拉丽文 都是同样一个音和撒纳 因为这是从希腊文 因为这是从希腊文来的 那基本上 这个意思呢 就是救我 拯救 或者救主 好了 那我们打开圣经好不好 虽然你们在家里 求你拯救 求你拯救 那他就是在用这个字 和撒纳 也就是说 所以我们这里就可以了解到 和撒纳的意思呢 就是求你拯救 那么这样的一个祈求呢 如果我们用在 说目前新冠疫情的时候 病毒在各个地方传播 我们用诗篇诗人的方式来祷告 那我们就说 耶和华 和撒纳 求你拯救 耶和华 和撒纳 胜过新冠病毒 我们得平安 好 这就是基本的 这个和撒纳的意思 那如果我们看一看 今天的经文再回来看呢 我们看到说 耶稣骑着驴子 进入耶路撒冷城 那以色列民在那边高喊 和撒纳 把衣服铺在路上 或者其他贸业的树枝 铺在路上 那么后随的人说 和撒纳归于大卫的子孙 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 高高在上 和撒纳 那如果你圣经有注解的话 那么他接下去讲 他说 和撒纳原有求救的意思 在此乃称颂的话 也就是说 和撒纳可以作为求救的意思 或者和撒纳可以作称颂的话 那这样我们讲说 称颂的话呢 那也就是说 这些群众 他们认定耶稣 就是他们等待的弥赛亚 他们等待的拯救者 他们称颂耶稣为拯救者 而且是高高在上的拯救者 也就是说 耶和华所为他们预备的 与耶和华同样被高举的拯救者 耶稣 好了 这里也就跟着讲说 当他们这样的一个宣告 或者欢呼 他们就是说 等待的日子已经来到 他们多年来的祷告 已经被随听了 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两方面的意思 一方面是祈求拯救 另外一方面是说 是的 我们被 这个拯救者已经来到 简单来说 就是从一个救我到救主 或者说 耶稣救我 救主耶稣 这样的一个确定的肯定 就好像我们用英文 或者用希腊文讲说 耶稣是基督 耶稣就是那一位 弥赛亚 就是那一位拯救者 好 那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了 他们所等待的拯救是什么 他们所等待 所要的 成就是什么 四百年 四百年前 自从亚树王灭了北国以色列 巴比伦灭了南国犹大 以色列民王国被掳 四百年 他们没有国 他们没有家园 他们还在等候耶和华的应许 有一天 弥赛亚要来 有一天 大卫王国要被重建 那 经过这四百年 现在他们的境况怎么样呢 亚树国被灭了 巴比伦王国被灭了 现在呢 他们是受罗马帝国凯撒的统治 照样 他们没有国 他们还是亡国奴 那他们有没有这样的心说 我们要复国呢 如果你看这个赤金马加比书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在 这个祖前一百六十七年到一百六十年间呢 就记载了马加比家族所带领的起义 他们反抗塞留古帝国的统治和希腊文化的上透 这是一次犹太人的起义 也就是这个祭司马塔提亚 拒绝敬拜希腊的神 好了 祖前六十三年进入罗马帝国时代 这个文化 这个宗教 是否有改变呢 种族的纷争 是否就此停止呢 还没有 所以 你想 他们这样的一个期望 他们在等待的 一个王的来到 弥赛亚的来到 他们就是希望 打败罗马人 能够重建以色列国 能够高立一个王 那么现在 这个王是谁呢 就是耶稣 那么他们在希望 有像当年大卫时代 所以如果你看马可福音书第十一章第十节呢 那么就很清楚的这样的一个意念 那将来的 我主大卫之国 是应当称颂的 高高在上 和撒纳 我主大卫之国 他们心里所想的 就是他们 这个国家 大卫之国 那个时候 有国家 有他们的家园 而且是强大 尊荣的 周围的国家 都不敢来侵犯他们 好了 那这个就是他们的一个期望 那么当他们带着这样期望的时候 喊着和善的时候 当他们摇着这个 这个中树枝 或者这个冒业的树枝的时候 那又是什么的意思 在当时 他们如果按照这个哈斯摩王朝的时候 中树枝是一个胜利的记号 也就是今天我们讲 Vikray 这样啊 那么犹太人 又怎么样呢 犹太人以中树枝为胜过他们的控树者的记号 也就是说 当他们拿起这个中树枝在摇的时候 就是表明说 他们的罪得到赦免 还有 他们说 如果你梦见这个中树枝的话呢 是在表明 这个人是全心全意的 侍奉耶和华上帝 那这个如果你看 利未记 二十三章四十节呢 就可以看到说 他们在这个祝盆节的时候 他们所做的 利未记二十三章第四十节就这么的说 第一日要拿美好树上的果子和棕树上的枝子 以茂密树的枝条 并合盘的柳枝 在耶和华你们上帝面前欢乐气热 他们要拿中树上的枝子来庆祝祝盆节 而庆祝祝盆节呢 是在耶和华面前欢喜快乐的庆祝 庆祝当年 耶和华按照他的应许 向亚伯拉罕的应许 拯救他们的子民 带他们出埃及 进入迦南应许之地 好了 这样就很清楚 和撒纳 摇着一个中树枝 喊着说 和撒纳归于大魏的子孙 奉主明来的 是应当称颂的 高高在上和撒纳 约翰福音就讲得更加清楚了 在约翰福音书第十二章十三节 就拿着中树枝 出去迎接他 喊着说 和撒纳奉主明来的 以色列王 是应当称颂的 他们已经认定 耶和耶稣为以色列的王 而且是奉主明来的 而且是高高在上的 这样我们就清楚 当时耶稣走近 会群众他们的心情 高喊和撒纳 他们所期望的 我们再进一步讲说 这是在表面上 我们看到的一个期望 那么他们内心里面的期望 有什么呢 内心里面的期望 我们就可能要 发一个问号 那么我们看到 他们内心里面 不是没有凭据的 来这样的期望 如果你看 路加福音十三章三十七节 那么他就讲到说 将近耶路撒冷 正向橄榄山的时候 众门徒因所见过的一切异能 都欢乐起来 大声赞美神 众门徒因所见过的一切异能 也就是说 在这里 他们看到 耶稣所行的异能 他们看到 耶稣受洗 受约翰之洗之后 三年半的时间 他做了宣告 他做了教导 他行神迹 他做了印证 他还有许多的异能 他塑造门徒 他拆遣门徒 他自己呢 也表明得很清楚 他受拆遣 他遵循 天父所吩咐他做的 他将父显明出来 并且靠着圣灵成就这一切 当然 他也一元 那时候他还没上十字架 还没复活 所以他一元将未设罪而死 并胜过死亡的复活 当然 他已经行过 这一个死人复活的神迹 只是 他能不能 叫他自己 从死里复活呢 好 当我们这样讲的时候 不是每一个人 都能够完全明白 至少我相信 他们这一些人 包括那十二个门徒在里面 并不能够完完全全明白 而且呢 也不是完全 更有一些人呢 不愿意拒绝 反而是弃绝 反而之后来 这一个避害 耶稣 好 我们看到这一些 对不对 就是说这一些人 欢呼的时候 他看到耶稣的义能 那么也就是说 他可能吃过耶稣 那五饼二鱼 也听过耶稣的 在山上的教训 在海边的教训 至少呢 他们看到了 听到了 而且他们 也可以印证 是这样 这样 看来 为什么还要讲说 他们不太清楚呢 因为 当耶稣讲到他自己的时候 他说 在约翰福音第五章 二十六二十七节 因为父怎么样 在自己有生命 就赐给他儿子 也照样在自己 有生命 并且因为他是人子 就赐给他行审判的 权柄 这样的一个描述 表示 耶稣 他带着一个权柄 而 这些群众 希望 耶稣做王 但是他们 是否也希望 耶稣的权柄 而愿意顺服在 耶稣的权柄呢 路加福音十九章 三十八节也说 奉主明来的王 是应当称颂着 在天上有和平 在至高之处 有荣光 这样的一个教导 这样的一个天国的教导 认同耶稣拯救 万国万民的使命吗 愿意跟随耶稣 爱人如己的样式吗 愿意负起耶稣所负的恶吗 愿意行 耶稣所行的吗 愿意跟随耶稣的 脚步行吗 所以我们就看到 这里他们是 那么样的兴奋 那么样高规格的 支持耶稣 但是我实在不能够肯定 民众心里 是愿意完全的顺服 愿意以耶稣 共生死 同见耶稣所宣告的天国 好了 当我这样讲的时候 我们回想一下 当耶稣讲到 他会要受死的时候 许多人都离开了 所以他问彼得说 彼得 那你是否也要离开呢 那彼得说 你有永生之道 我还要跟谁呢 当我们听到这样的话 我们当然是说 是的 我这个门徒 真的跟我同行 真的愿意跟我共苦 但是到了 耶稣被抓 集体之前 彼得怎么样 三次不认耶稣 十字架下 只剩下约翰 玛利亚 还有一些的妇女 门徒们在哪里呢 门徒们已经离开了 所以当我们讲说 口称 耶稣为基督 心合到什么地步 是有限 还是完全的合了 那现在我们看一下 我们自己呢 今天我们已经经历了 亲身的经历 体验了耶稣的义能 并且我们说 我们有这一个永生的生命 并且我们说 是的 我生命已经改变了 因为以前不再一样了 那么我们想一下 今天早晨 中树主日 我们心里面 想的是什么 刚才我们的 和撒纳的祈求 我们和撒纳的宣告 我们又在祈求什么呢 我们是否确认 耶稣是弥赛亚 并且愿意的跟随 好了 我相信今天早上 你的祈求呢 免不了会为着 新冠疫情来祷告 特别听了昨天 前天 我们这一个政府 总理 总理的讲话 卫生局 卫生部 部长的宣告 那么我们真的 我们要祈求 不要再有更严厉的管制 希望在五月底 能够开始放宽 之后 我们就能够恢复正常 像以前一样 我呢 能够心顺顺利利的 走过这段的日子 然而 如果 上帝 要你多受委屈 多受苦难 你是否也愿意呢 不是因为你自己 我刚刚从14天的 这个居家隔离回来 很简单 我那时候在印尼 我有两个选择 一个选择就是赶紧飞回来 在星期一半夜之前飞回来 是有班机的 或者呢 做完我该做的事情 我才会来 面对这14天的居家隔离 如果是你的话 你会做怎么样的选择 所以如果这两个月 如果上帝要你 做一些特别的事情 差一前你跟随耶稣的脚步 去关心爱人 去关怀那些 有需要的朋友 你愿意吗 或者拯救 是善的灵魂 是否也成为 你的祷告 你的和善 那我们都听到 一个消息说 在意大利 有一位神父 他 确诊了 但是他 愿意让出 他私人的 对不起 不是医院供给的 他私人的 呼吸器 结果他就死了 所以我就想起说 我听过见证 就是 他铁尼号 那个传承的时候 遇难的时候 在获救人当中 他们的一个见证 他说有人拿着 救生衣给他 问他说 你得救了没有 他说没有 他把救生衣给了他 换句话说 这个人 他愿意牺牲 他肉体的生命 让 这一位 能够 有机会 听到福音 能够 接受 信主 在威斯利日记里面 也记载了 大西洋的风暴中的一幕 就在大家面对 这一个恐慌的时候 有一群摩拉维的弟兄 他们还在那里 唱赞美的诗歌 而 威斯利约翰 当时 心里面也是恐惧 我 会不会 死呢 后来 他寻求 他胜过了 自己对死亡的 恐惧 那我们怎么样 我们是否愿意 多走一里路 我们是否愿意 为主而牺牲 我们是否愿意 爱 我们的灵蛇 在恐惧中 我们把我们的安慰 与他们分享 面对疫情 我们没有能力 能不能 与他一起的 祈求 祷告 在死亡面前 我们能够把 这个永生的盼望 与他们分享 我从印尼回来 在印尼的一些弟兄姊妹 刚好也就是 学校要停课 一个月 现在好像要停 两个月了 学校停课 家长 在家里 陪着孩子 那要怎么样呢 一起玩 当然了 一起吃 当然了 建立关系 感情 更加好了 我们会有几位弟兄姊妹 他们就用这样的一个时刻 他们与孩子一起读经 并且带领孩子们再一次的确信 肯定他们的信仰 他们也以孩子 好像在上主日学 被经聚 摸想 遵照圣经的教导 一起的行动 所以他一个的孩子 他看到 他隔壁的老阿姨 这个没有食物 他就把他自己的食物 分了给他 好了 下个星期 是圣州 今年的受难节 今年的复活节 我们都不能够聚集 在一起来庆祝 也不能够叫 也不能够台湾人说 爬爬走 到处去溜达 溜达 那我们想一下 这段日子 我们要怎么过呢 我们向上帝要祈求什么呢 当然我们是回到 初期教会的方式 那我们家长 带领全家 以主亲近 以家人一起 以主亲近 好 那么我们就学习 口称基督是王 心也能够和基督的王 行动上呢 我们能够与主耶稣 一起共生死 也就是说 你记得你复活 你在受洗的时候 罗马书怎么样讲呢 你与主耶稣 同死 就是你的洗礼 表明 你与主耶稣同死 并且要与主耶稣 同复活 那我们都清楚了 也经历了 那接下来 就是 那有一天 我们也要迎接 主耶稣 你准备好了吗 你准备好迎接 主耶稣吗 当我们面对 主耶稣的时候 他来的时候 或者我们去的时候 我们是要讲 和撒纳呢 继续向他祈求 还是以赞美 迎接基督为王 我们看一下 启示录 第七章第九节 这里说 此后 我观看 见有许多的人 没有人 能数过来 是从各国 各住 各民 各方来的 站在宝座 和羔羊面前 身穿白衣 手拿 中树子 也就是说 当耶稣再来的时候 我们是否已经 预备好了 我们的中树子 能够在那边 摇摆 赞美 耶和华 赞美 耶稣 称颂耶稣基督 为王 不再只是祈求 而是 欢乐起来 大声赞美神 用手上的中树枝 来欢迎 主耶稣 还有 各国 各地 各民族 也就是说 我希望到那一天的时候 不只是我自己一个人 在那边摇着中树枝 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 都能够一起在那边 摇着我们所预备的中树枝 而且呢 我的家人 我的父母 我的孩子 也一起的在那里 我的 乡亲 父老 各家 各户 也都在那里 一起的 手拿着 中树枝 欢迎 那么到了 启示录的时候 如果我们看 十九章第一到第六节 这里怎么说呢 这里说 我听见好像群众在天上大声 喊着说 哈利路亚 救恩 荣耀 全能 都属服 我们的神 他的判断是真实公义 因他判断了那一种 隐形败坏世界的大淫妇 并且向淫妇 讨留仆人的血 的罪 给他们伸烟 又说 哈利路亚 烧淫妇的烟 往上冒 直到永永远远 那二十四位 长老与四活物 就俯复 敬拜 做宝座的神 说 阿们 哈利路亚 有声音从宝座出来说 神的众仆人 凡罪敬畏他的 无论大小 都要赞美我们的神 我听见 好像群众的声音 种水的声音 大雷的声音说 哈利路亚 因为主我们的神 全能者 做王了 哈利路亚 当那一日 我们要高喊 哈利路亚 主耶稣我们的神 全能者 做王了 当我念过 这六节的经文 你有没有听到 四次的 哈利路亚 四次 重复的 已经不再是 那种经服 基督为王 和善 而是 确定 基督为王 哈利路亚 就是说 让我们 让我们 呼吁我们 赞美耶和华 不只是我要赞美 我要呼吁大家 哈利路亚 赞美耶和华 好 我们看看 今天的教会 那是不是走向 这个方向呢 经过了两千年 教会宣告 基督为王的声音 可以说是 越来越弱 哈利路亚 停留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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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号 哈利路亚 是不是我们 口唱 哈利路亚 口称 哈利路亚的时候 我们的心 也是在那里 说 哈利路亚 愿意 口称 基督为王 世界的教会 信徒 停留在 大概 三十八千 左右 教会增长率 已经 不一定是会 多过于 人口的 增长率 也就是说 有些教会 不增加 反而减少 有一个宗派 告诉我 他们的会友 从三百五十万人 现在 减到两百五十万人 住住减少了一百万 那家庭呢 许多信徒的家庭 也难免受到 这样的一个影响 孩子长大后 离开 教会 离开 耶稣基督 当中 还有一些是 传道人的 孩子 因此 今天 当我们欢呼 和撒纳 耶稣 为王的时候 我们也欢呼 和撒纳 耶稣救我 耶稣救我的家人 耶稣 耶稣拯救世界 因为他不愿意 人沉沦 耶稣拯救世人 脱离 罪的 控诉 得到赦免 得到新的 生命 我们期望 当耶稣 在来的时候 我们能够 好像耶稣 这样的说 我和我的家 必 侍奉 耶和华 我和我的家 必 依奉 耶和华 一起的高唱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我们 今天的祷告 我们是 为着 这个疫情 赶紧过去 我们 呼求 呼求了 整个月了 是不是 我们也应该 再进一步的 来呼求 做一个 信心的 祈求 看到说 这疫情 有它的危险 但是 也有 上帝的 作为 在当中 是不是 我们能够 祈求 说 万事 富将效力 叫爱上帝 的人 得到 益处 我们成为 美好的 见证 因为我们 不担心 我们 不惧怕 直到 主耶稣 已经胜过 死亡 下个礼拜 复活节 我们要庆祝 耶稣的 复活 因为他胜过 死亡的权柄 我们愿意 与主耶稣 同时 重生 罪得赦免 我们也必 复活 想一想 这不是 容易的事 但是耶稣 在受难 的前夕 祂 祷告 最终 祂说什么呢 不是照 我的意思 乃是 照 你的 意思 耶稣 知道 祂的使命 祂愿意 生至死 死在 十字架上 我预备好 愿意 付起 这样的 使命吗 除了 尽 使命的 义务 是否 我们也 尽 信徒 的 义务 跟随 耶稣 的 义务 我们 一起来 祷告 我们说 主耶稣 我们 谢谢 祢 因为 祢 爱 我们 祢 为 我们 死在 十字架上 让 我们 能够 与 你 同 死 也 与 你 一起 复活 因为 你是 复活 的 主 所以 在 中数节 的时候 就让我们 再次 想一想 我们的 内心 的世界 我们 寻求的是 什么 在这个 疫情的时候 我们 反省一下 我们自己 我们所 过的 生活 是遵照 耶稣 跟随 耶稣 还是 我们 仍然 过着 我们的 世界 过着 我们的 生活 天父 听我们的 祷告 让我们 成为 众人的 祝福 我们这样的 祈求 仰望 奉我主 耶稣 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